沒想到我一撕開之後 哇 是好性感的那一種 我當下就愣住了 每一次拍喊咖 李人哥是用身體護住我 這樣講的曖昧 我是用身上的襯衫蓋住 不是用身體護住 影集花燈初上已上線 隨即登上首飾冠軍 口碑持續發燒 其中李人與劉萍燕 上演強暴戲碼 與平時形象反差 更是掀起討論 花花 不用啦 打我的嘴啦 走開 不要 不要 然後那時候就知道 新竹要拍華燈初上 我說妳需要幫忙嗎 我說我可以 我應該可以幫上 他說可是角色好像都剩不多 我說沒關係 只要妳覺得我適合的 那我應該是可以幫上 他說那妳的演強爆翻 我說 是這麼直接的問 家人有沒有怎麼說 因為像唐紫姐 還要出來幫妳去生醫院 網友都滿入戲的 沒有 要謝謝我女兒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 對我來講都是一種 工作的經驗 那但是可能小孩小 他不知道 他必須要去面對 這個同學或學校的一些指責 他可能還搞不懂這些事 那我小孩慢慢大了 開始知道我在做什麼工作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始去挑戰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角色 因為這一檔戲 本來就十六加不是嗎 我兒子十六 我兒子還在十六副 所以他還不能看 對 他還沒滿十六 所以還不能看 劇情逼真到連觀眾都入迷 而且兩人更是因為 這場戲受了不少傷 快啦 快啦 拍完隔天一大早就碰到 兩個還很熱情的去健身 體力多好 然後一健身之後 我們兩個就在聊 我說妳昨天還好嗎 他說我腳還受傷 我記得妳那時候 跟我說妳腳還擦傷 然後我是膝蓋整個破皮 是 當時我媽媽聽到 飄哥是李仁哥的時候 就是鬆了很大一口氣 謝謝李仁哥的代理 每一次拍喊咖 李仁哥就用身體護住我 直到就是有毛巾 或者是外套過來蓋住我的時候 他才就是你知道 離我遠一點這樣 妳這樣講很曖昧 我是用身上的襯衫蓋住 我是用身體護住 我又把襯衫拉開護住 對 用襯衫拉開來 不是 那件事情是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要撕他襯衫 是 因為我總覺得我們的床上戲 好激動 好激情 我覺得好像很OK了 然後導演就走過來說 下個鏡頭妳要把他襯衫撕開 從妳撕他襯 我說什麼 要撕襯衫 這個有點 然後我就把他就跟爺爺講 我說爺爺 導演等一下 要我撕妳襯衫 那我想我是要提醒她說 女孩子怕會穿幫 妳可能要 多穿一點幫 多穿一點幫 結果沒想到我一撕開之後 哇 是好性感的 我當下就愣住 所以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只能繼續當那個蠕動的蟲 一直往他身上撞 因為我沒有準備好他 他會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就 我反而 彪哥反而怕到了 除此之外 謝瓊軒更是獻出 螢幕初吻 瑜伽鶴美智舊飾演的 中村先生上演親密床戲 因為我第一次演的床戲 怕那個太多的話就是 對 不好意思 對 不舒服就不好意思 可是基本上 Tomo桑應該沒有不舒服吧 我問應該是你不舒服 舒服的是我吧 舒服的是阿忌吧 編劇那時候小杜哥就是有說 瓊軒 你這次有床戲 我幫你寫一個床戲 我一定要幫你找一個 很帥的日本人 還滿意嗎 對 然後就太滿意 我的開拍 滑燈的第一場戲就是 我們拍 真的假的 對 導演他們就 給我們來勝負一場 真的假的 我想必之後拍戲都很熱絡吧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是大家都很疲憊 八集播出好評不斷 演員們也透露 觀眾敲碗期待的第二季 也絕對精采 完全樂電無散無名正 採訪報導